好 那個 當然 大家如果在台下 怎麼了 大家如果有問題 想要問我也可以舉手發問 非常樂意為大家接答 好 下一首歌 好 下一首歌是 對 當然這次來 吉亞社也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說 就是 我的新專輯 對 還沒有做完 但是已經 八九不離十了 當然如果可能昨天還是前天 大家有看到電視上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我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 好 就是 一個 這次不是我要出電影專輯 就是 好 那我繼續下一首歌 Yeah 所以下一首歌我要唱一首 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 好 沒有 Yeah 你今天有沒有吃冰 吃冰 喔 我 對齁 忘記了 哈哈 哈哈 不知道下次 是 什麼 傳說中的海之冰嗎 再來一次嗎 好 我 對 其實我 這是我第二次到中山裡面 我第一次在中山是 我高中 蛤 趕快唱嗎 因為時間嗎 好 對不對 對不對沒有 哦 我第一次來中山是因為我高中 有來考一個 欸是高中嗎 來中山考一個很奇怪的什麼班 或是什麼科學研究之類的 然後我就到中山都穿越一個山洞 然後今天是從這邊你知道 然後那高中的時候是從上進 對 中山是一個你知道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這邊讀出這個非常酷 一個山上的那個這個 有一種這種 山賊的感覺 一種 我不是想講的就是好 好 那我們繼續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我沒有現場表演過 我有點害怕 是新寫的這首歌叫做 美希好朋友 如果等一下聽到任何你覺得不太對近和弦 或者是節拍不太對 因為那都是我故意的 因為我就是這樣 對 因為這都是Rock and Roll style 來了 當然表演非常重要的就是 調音 這個環節呢相當的重要 吉他社的同學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經驗 因沒有調好的表演呢 就如同幹不好的人生 耶 當然如果接下來這首歌音不太準 也是我故意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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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